创业者很重要一点不是你的公司在哪里 有的时候你的心在哪里 你的眼光在哪里更为重要 肯德基并不在纽约 但肯德基在全世界各地都有 所以有的时候一个企业在定位的过程中 你要明白自己的产品能不能走那么远 该不该走那么远 是不是可以走那么多远 就是我前段时间跟那个吴英 我们去拜访了李嘉诚 他讲了一个事 可以在座所有创业者可以思考一下 有人问他你李嘉诚凭什么多元化进什么肚头 你做这个做那个几乎大部分都成功 为什么中国绝大部分做不成功 你能做成功 他说其实做生意要记住 手头上永远要有一样产品是天塌下来 你也挣钱的 所以这是我想李嘉诚给的一个建议 不一定要想做大 做好了 咖啡卖了两三百年了 像星巴克要卖成这么大 一万五千家店在全世界 一定有独特想法 等你有这独特想法 好的模式以后再推广也来得及 最优秀的模式 往往是最简单的东西 尤其初创的时候 寻求单一简单最重要 我们最怕碰上一个人说 我有这机 这机会生一个蛋 这个蛋将来会变成 这机说不定 再生几机以后 变成奥斯卡的金牌机 然后越说越悬 我们就越跑越远 中国现在的创业需要的是 有个两三百万的投资 可以做一两千万的生意 我觉得这挺好 我们就鼓励隔壁王大妈 为什么把面电开得那么好 开得挺滋润的 所以我希望中国更多的创业者 要有伟大的梦想 但是一点一滴的做起来 很多创业者往往从微观推向宏观 绝大部分的创业成功者 都是因为发现客户的一个需求 然后发现一群客户的需求 把它去创造出来 聪明是智慧者的天敌 傻瓜是用嘴讲话 聪明的人用脑袋讲话 智慧的人用心讲话 千万别把自己当聪明 最聪明的人相信别人比你聪明 男人的胸怀是冤枉称大的 多一点冤枉 少一点脾气 多一点微笑 你可能会更成功一点